中国恒大积极放售资产套现解困外 主席许家印也不断变卖及抵押个人资产 为公司还债续命 据悉 许家印过去三个半月 已向恒大输血超过70亿元人民币 夏同 继早前传出售卖两架私人飞机后 路透昨日报道 许家印拟出让包括艺术品 书法收藏及香港山顶独立屋 套取资金偿还恒大债务 路透报道 在许家印的指示下 恒大一直设法出售一些艺术品 及书法收藏品筹集资金 维为之已筹借多少款项及相关用途 报道引述消息透露 许家印对书法艺术品及金领有浓厚兴趣 过往在这方面花费数千万元 为恒大并无就此作出回应 恒大现金流状况自6月开始急速恶化 不单无法在市场融资 楼盘销售及交付也激进停顿 内地第一财经昨日引述知情人士称 许家印正以变卖个人资产或抵押股权等方式筹集资金 7月至今累计向恒大注入逾70亿元 以维持公司流动性及基本营运 包括向员工发薪支付到期的境内外债息及理财产品 以及推动各项目复工复产 该名人士叙说 目前都是许家印个人筹钱在为恒大续命 试传恒大至少拥有4架飞机并已订购另一架飞机 上月已逾5000万美元出售其中两架 此外 许家印有一艘估价6000万美元的游艇 市场消息又指许家印已变卖广州及深圳的豪宅 以及抵押香港山顶不利径10号B座及C座两状 各约值8亿港元的独立屋 据网媒香港01昨日报道 许家印持有不利径10号的E座独立屋 市值9亿至10亿港元 土地注册处及公司注册处文件显示 许家印把C座及E座屋抵押于财务公司欧利市 一两间离岸公司担保 筹借8.21亿港元 B座屋已于上月19日抵押于建行亚洲 这是作为一笔到期债券展期的额外抵押品 据2021胡润百富榜统计 截至9月15日 许家印身家较去年锐减近69% 但财富仍达730亿元 恒大截至6月底的负债总额高达1.97万亿元 有息负债约5717.75亿元 近月有5笔美元债 赶集在宽限期届满之前付息 短期内仍有8笔美元债息需要支付 合计超过6.9亿美元 约53.82亿港元 另一方面 财新网引述恒大内部人士称 许家印上周日11月14日于内部会议上提出 目前重要工作之一是尽快恢复正常的开发贷款业务 并声言现在各级政府均支持恒大争取开发贷款 内部尤其是资金系统人员 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沟通 中文字幕提供